翻车语是海洋里的佛系客代表 也是一只会游泳的头 终极摆烂摩牙棒 海上游走自主餐 作为躺平界的太上皇 平时会翻车在那海面上 惬意晒着大太阳 想去哪里全靠了 速度不是一般慢 如果碰到不熟悉的人 还以为他的行动全靠太阳呢 他们不止形体是翻车 肉质同样也是翻了车 虽然身处食物鄙视链的底端 但味道却让捕食者有那么点难看 甚至有传言拿它当作捕猎对象 就会被其他海洋动物瞧不上 如果想做一锅剁骄鱼头 劝你这种想法赶紧打住 因为这是对锅深深的侮辱 成年的翻车鱼相当的皮操肉厚 接近三吨的体重却没有什么肉 皮下胶质足有七厘米厚 所以很多捕食者都是出于游戏心态 欺负一下翻车鱼 而不是真的想去啃一条拖拉机轮胎 躺平归躺平 生娃不能停 翻车鱼在进化的过程中 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繁殖上 所以它们一次能生产三亿克卵 以巨大的数量来弥补不足的智商 正所谓大哥一胎千千万 海中一栋大米饭 这也成功让自己在头大无脑 眼大无神的境界上 继续蒸蒸日上 我这样调侃翻车鱼 它会不会被海洋生物看不及 再次见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